一说起鹿龟啊 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子 估计基本都是体态敦实 背甲坚硬 步伐稳健的形象 就算是刚出生的鹿龟小baby 虽然个儿都小 但也都是这样 这样 或是这样的 圆滚滚的像个球 但是啊 还有这样一种鹿龟 它们见走偏锋 长得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不像个正经鹿龟 你看这外形 不知道的以为案发现场呢 像被伸一脚踩扁了似的 看着滑稽之地 我也挺好奇的 这龟好像挺好欺负的样子 长成这样 在野外得怎么生存啊 是不是混得很惨呢 那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 这个骨骼惊奇的家伙 饼干鹿龟 饼干鹿龟生活在 常年炎热干旱的东非地区 坦桑尼亚东部 肯尼亚南部北部 目前有新种群 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被发现 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严峻 除了沙漠山脉裂谷 还有干旱刺罐丛 西树草原 偶有半干旱丛林 这就导致饼干鹿龟 必须要在这种极端环境中 找到它们的一席之地 半沙漠区的岩石山丘 变成了它们最好的居住场所 这里不仅可以遮阳避暑 也能大大增加安全感 它们大部分时间 喜欢扎堆在各种高低错落 看起来也不太舒适的洞穴石份中 扁平的身形 不仅可以让它们在其中丝滑穿行 更因生存需要 它们演化出了 比其他任何鹿龟都薄 软 具有一定弹性柔韧度的背腹甲 既然舍弃掉了坚硬厚重的外壳 身体自然也轻巧了不少 它们属于小体型鹿龟 成体一般也就15到18公分 20公分算很罕见了 体重也轻 成体只有一斤左右 别看它们身材这么小啊 但眼外分布的落差非常大 栖息地分布在海拔30米到1800米 几乎涵盖了从平原到高原 山地丘陵的所有地形 而且这帮小短腿们 行动速度出乎意料的快 毕竟个子小 不善防御 只能把天赋全点在敏捷上了 跑得快 善躲避 更善攀爬 这些龟里身上男友的天赋 它们则运用的游刃有欲 在野外 猫又一些压壳等会捕食饼干鹿龟 遇到危险时 它们不会正面硬钢 也不愿缩进壳里 小小灵魂的它们 36G走位上侧 会一个冲刺跑到就近的石堆里 用力将身体鼓起 或挤压进狭窄的石头缝中 再用爪子紧紧扣住 把自己藏好 这招可以有效地 躲避捕食者的袭击 让对方无从下口